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发育 无论人或动物 天生就喜欢追求真实诚恳 如果我们真心对待一只狗或猫 它们会心怀感激 同样的 它们也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欺骗不实 而心神厌恶 更何况是人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智慧的增长给予心足够的成名 而让我们有能力分辨 真实或虚伪的修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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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一个人 什么学问都没有 但他的心 已经解脱 情绪化的思绪 他的心中 就会获得非常深邃的宁静 因为他放下 自我中心的想法 所以没有寂寞或消沉的问题 我中心的想法 智慧资良者 未能断除一切烦恼 福德资良者 未能掌养一切友情 我们要学菩萨行 我们要学菩萨行 这是千万不可忘失的修行终点 莫菩萨行 祝福德资良者 再加速,再加速 混音 所有境界都是以心为导引者 心是主人 所有的境界都是由心造成的 假如一个人本着污秽的心 续言谈举止 那么苦恼便立刻会跟随他 宛如车轮紧随着万牛的足体 有些人的智慧并不高 但因为具足善巧方便 持续中有利他的大悲心 愿意尽量地弘扬佛法 所以不管是放生也好 导人向善也罢 若将所有的功德加在一起 确实是一笔不可小觐的资粮 我会和你一笔不可小觐的资粮 如果获得解脱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修行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要知道 一切的痛苦都源于自己的欲望 一切诸佛的功德皆源自利他之行 只有断除珍爱自己的我值 菩提心才能顺利地升起 菩提心才能认可 在混乱紧张匆忙的时代里 人的情绪时时刻刻都在浮动 所以懂得如何控制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不要总是将焦点放在情绪的爆发点上 可以利用散散步和一杯水 听一首柔和的音乐 或是找朋友谈谈 让情绪慢慢缓和 我可以利用散步和一杯水 我可以利用散步和一杯水 欣赏别人就是庄严自己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环境就是最好的顾问 而自己就是最好的专家 什么是危机 危机就是让我们突破现状创造的转机 什么是挫折 挫折就是要我们看见创新生命的价值 欣赏别人就是要我们看见创新生命的价值 不要急着训练别人 应该先管好自己 不要急着想解决别人的问题 先审视自己的问题 感谢观看 魔法可以消除愤怒的心火 痛苦的热度 可以在当下带给我们快乐与宁静的智慧 感谢观看 我们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完全觉知当下 觉知我们和宇宙一切事物相互关联 和一切众生平等无别 感谢观看 凡心死亡 是为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做一番真正的改变 并开始认真看待生命 这通常需要一段时间 独自沉思和神观 唯有如此 才能在纷乱的生活里 认清我们如何对待生命 感谢观看 打开心灵那扇窗 你将会发现 原来快乐 原来快乐与幸福 是一种感恩 祥和与宁静的心灵状态 感谢观看 修行的第一要件是 你必须爱好真理 具有依循真理而行的毅力 唯有这样修行才会进步 否则完全不会成功 那么你将如往常一样 做着烦恼与贪爱的奴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南投分会 下旬电话南投分会 1月11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下午2点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恭请战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旬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素食一词 虽源于中国佛教 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 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 在翻译上 若沿用素食 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 一 素食的界定困难 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 二 许多人 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 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 而不愿意吃素 事实上 这些都是小问题 因为不吃肉 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 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 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 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 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享用不是来自宅杀动物的食物 素食的定义 不使用任何肉类 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 乳鲁鲁骨麦 酥骨麦 蔬菜 水果等 其中 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 以及油脂、汤汁、萃取物及浓缩物 都不属于素食食品 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 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 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 例如牛黄、虎骨、熊胆、象牙、 鸟皮油、舍香、鱼油、鸡精等 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 例如土窄业、非素食餐饮业、养殖业、补鱼业等 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 一、素食不吃肉及其副产品 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 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 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 二、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食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 三、奶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食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 四、奶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食用奶类、蛋制品 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 如台北台埃音乐及供应蛋奶素 五、佛教素食 传统除了不食肉、蛋、奶之外 也不吃的葱、蒜、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 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 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 例如蛋、奶 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 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 一、严格素食 是指全素食 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 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 二、不严格素食 是指奶、蛋素食 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 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 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善知识法语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